聽聽田磊的講話 我現在要講話嗎 有什麼感想在你這二十多年的球員生涯 我只能說如果每一場都這樣弄真的會吃球 謝謝大家就是在我出場的時候 還對我的鼓勵 然後對我的支持不瘋不醒 很開心今天就是台北富方勇士幫我設計了這個橋段 讓我差一點在上場前就哭出來了 但好險我忍住了 謝謝你們兄弟們 也很感謝大家一路以來對籃球的支持 然後不管怎麼樣再為了錄我會持續在籃球場上繼續拼的 謝謝 掌聲謝謝雷哥 雷哥最後一個問題 剛剛有看到球迷錄的影片 大家都有在印象當中很多回憶中精彩的畫面 那你自己有沒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你印象最深刻的 在球場上或者是私底下跟球員們的相處跟大家簡單分享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好 當然印象最深刻的比賽還是對中國 對那 呃 對 那印象最深刻的回憶的球 是卡達對志捷跟志捷一起來 好 OK 謝謝 好的同時現在看到我們的傑哥 要跟我們雷哥交換球衣 掌聲送給他們 永遠的想要受對決 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也希望我們也要祝福雷哥往後人生的下半場 也可以繼續順利 再次掌聲送給他們兩位 好 好的可以拿起你們的手機相機一起來 這經典的畫面 相信 傑哥 以及雷哥都是我們一路長大看球的回憶 這些永遠美好的畫面 都會在我們心中繼續永遠的回味 好我想這個畫面的確讓很多 從早期就看林志捷看田磊的球迷 是有滿滿的感動 他們兩個互相交換球衣 流的汗水 過去在國家隊的征戰 形成紅T的戰友 好的謝謝重建這一位熱型的球迷朋友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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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暫停停止 丟筆 謝謝各位 雷哥這件球因為是黑的 所以 要找個比較淺色一點 對可能找個銀色的筆來簽 現在 一堆人 來送筆 趕快去找筆 對 很感動的一個時刻 對 掌聲謝謝雷哥 當年的霞獸鬥 讓百館呢是萬人空巷